镜头转到大同 一丽麦子基金会利用公益彩券回馈金的补助 在大同玉兰旅游服务中心 启动了偏远地区 推动社区照护的事办计划 并也成立了大同工作站 结合各项社福资源进行社会服务 为偏远山区的居民带来福音 长期照顾走入原住民乡 一丽麦子基金会接受卫福部以及家庭署的委托 利用公益彩券回馈金的补助 在大同玉兰旅游服务中心成立大同工作站 启动偏远地区 推动社区照顾计划 将结合当地的资源 以及青年就业人力 以及社会各项资源 使得在地的长者 社区居民都能获得适切的照顾 他们基金会在2020年的成立 而且你五年在华年 然后2020年华年在设计 那我们所做的工作系的就是 就是照顾老人的 想家服务 送餐 服饭 付饭巴士 然后 中国站 公开站 大同乡偏远地区推动社区照顾计划 是全国四个市办的乡镇其中一个计划 为大同乡民带来福音 而大同工作站提供老人的送餐 公餐 居家服务 交通接送 日间关怀以及日拖 福利咨询以及转介服务等等 另外也开始在松罗社区 成立长青食堂 以及老人日拖站 期望与社区居民 共同营造更强的社区照顾仪式 让更多的社区以及部落居民 投入老人社区照顾的行列 使得偏乡以及部落的长者 照顾服务升级 一旦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 我们最后 感谢观看